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一起来做lemon meringue pie 香脆的饼皮加上酸甜的lemon curd 还有上面像棉花一样蓬松的蛋白霜 甜酸搭配很好吃 首先准备虾化饼底 今天我用的是McFity's Digestive Biscuits 把它们装进一个Zip Lock Bag当中 锁紧 就用擀面酱把它们擀碎 这样子的方式呢是最容易把它们擀碎的 擀好之后检查一下 应该像锡的沙一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倒入一个碗当中 加中糖Brown Sugar 还有盐 混合均匀 最后再加入融化的无盐牛油 分两次加入 加入之后先搅拌一下 然后第二次加入的时候把牛油倒在干饼的地方 继续的混合均匀 直到呢你按压的时候它可以像撕的沙一样成团就可以了 准备火底塔盘 7.5英寸的1英寸高 之后把消化饼混合物加入 倒入 倒入之后把它们分布均匀在每一个角落 之后用量杯先按压到边缘角落的部分 把它们起一个围墙 好了之后呢记得要按紧边缘的顶部的部分 这样子它才没有那么容易松散 之后继续的按压底部 之后把它们推向边缘 直到它们紧紧的 之后放一旁待用 准备柠檬 选粗皮的柠檬呢 它的皮才不会苦涩 我们需要用到大概一颗柠檬皮 那么只要黄色部分不要白色的部分 要不然会苦涩的 所以记得抛的时候要小心 我们需要用到3克的柠檬皮 之后再准备两颗柠檬 我们要鲜渣的柠檬汁测量出70克左右 之后在一个锅当中加入细砂糖 普通中筋面粉和一些盐 用蛋抽把它们混合均匀 好了之后 在一个小碗当中 先分开两个鸡蛋 我用的是A等级的鸡蛋 之后把两颗蛋黄放进锅当中 之后呢 在另外一个大碗当中呢 放入两颗蛋白等下待用 之后 再敲开两颗全蛋 倒入锅当中 所以呢 Lemon curd需要用到两颗蛋黄 还有两颗全蛋 把它们混合均匀 好了之后 加入刚才鲜加的柠檬汁 还有柠檬皮 继续的把它们混合均匀 好了之后 再加入一些水 继续的混合均匀 好了之后 是这样的状态 比较稀的 现在呢 把我们的塔皮 或是饼底 拿去预热烤箱 180摄氏 烤10分钟 上下火 不开旋风 再中程烤 在这个当儿呢 我们来煮Lemon curd 用中小火来煮 要记得记得不断的搅拌 一开始是比较稀的状态的 继续的煮 大概5分钟左右 直到 或者是到达71摄氏 直到它开始浓稠 可以粘锅刀 还有锅旁边 就可以立刻离火 不停的搅拌 在这个时候呢 你的饼底也刚好烤好了 所以呢 它变得比较浓稠的时候 离火趁热 立刻加入这个橄榄油 橄榄油呢 帮助提升Lemon的味道 Beggen Butter 趁热的时候 过筛出这个柠檬皮出来 如果你们喜欢更酸的味道呢 你们就可以省略掉这个步骤 柠檬皮会给它更酸 那么趁饼底还热的时候呢 倒入这个热的Lemon curd 两个都热 这样子的话 那个饼就不会变软 把它们铺平 很美的颜色 好了 就放进预热烤箱180摄氏 烤10分钟左右 上下火不开旋风 再中程烤 烤好出来呢 它边缘固定了 可是中间还是可以晃动的 把它们放凉 之后 在刚才的蛋白那里 加入一些塔塔粉 用中速打发 直到有大气泡 大于远的状况 就可以停止 来加入细砂糖 要分三次加入 加入第一部分 用中速打发 直到呢 它变成比较软 有小气泡 而且很浅的纹路 就可以加入第二部分的 细砂糖 继续用中速打发 打发直到它的气泡 开始绵密 纹路更深了 且带有一点的光泽 不过还是蛮软的 继续的加入第三部分的 细砂糖 用中速打发 纹路更加明显 更加有光泽了 之后呢 测试一下 提起来 有非常大的弯钩 这个是湿性发泡 在这个阶段 换成用低速打发 这样子会出来更加的稳固 要打发到什么状态呢 打发到你提起 搅拌头呢 它是直直了之后 后面有微小的弯钩的 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稳固的中性接近干性发泡 倒扣是完全没有流动性的 非常的稳固的 把它们导入一个裱花袋当中 今天我用wilton4b的piping tips 你可以用自己喜欢的花纹 就在这个凉透的派上面呢 pipe上一团一团的蛋白霜 非常的可爱 我呢 喜欢让大家可以看到一些黄色的塔皮 所以我就pipe了一个moon的shape 这是月亮的shape 所以抹掉太高的部分 这样子可以防止它们容易变焦 之后放进预热的烤箱 放190摄氏烤3分钟 这次记得用上下火要开旋风 这样子它才能够烤的均匀 在第二层烤 中途的时候转一转烤盘 这样子可以上色的均匀一些 烤直到看到颜色变成这样子 漂亮的这个黄金色就可以了 让它们彻底的放凉之后 放进普通冰箱冷却两个小时 好了之后呢 就慢慢脱模 哇 把它们放进一个蛋糕脱上面 在上面撒上一些柠檬皮 会更加的香 提升更多柠檬的味道 所以这样子我们的 Lemon meringue pie就做好了 漂亮不漂亮呢 一团一团的小蛋白霜的颜色 搭配起来还很可爱的 我们先切开来看 哇 拉出来看到了没有 它的切面层次是分明的 那么我们要来品尝一口了 看到吗 可以看到分明的三个层次 有蛋白霜 Lemon curd 还有底部的饼底 颜色搭配也蛮漂亮的 非常香的柠檬味道 而且不会过酸 就刚刚好 而且上面的这个 上面的蛋白霜呢 它的外层是定型的 里面还是好像棉花一样的蓬松 非常的好吃 它的饼底是脆的 中间呢 是比较定型像pudding type的 酸甜 再加上上面 甜甜像棉花一样蓬松的蛋白霜 搭配起来 就真的是很完美 清新又不腻的甜品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 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